《中文字幕》 多些发问、多些去思考、多些问问题 这已经是一个设计师需要的一个基本条件 今次的工作坊里面 我想我们最大的啟发就是 不是自己喜欢做什么 就開始說可以設計什麼 說清楚它需要什麼 而我們需要交什麼出來 設計不是等於藝術這回事 他們透過這個過獨金記 再製造文化再發言的設計工作室 他們反而會認識多些 例如過年的產物 或者說他們是一些傳統的小食 跟整個文化的關係 其實不僅僅是一個荃灣區 其實可以引申到大江南北 導師是鄭榮隆 他也是個好主設計師 他在這個活動的過程中 引導自己的角色 我們每次的設計和報告給他看 他當中給我們一個很好的演藥 去改進 工作坊最大的特色 就是因為始終我是教人做木的作品 也都是木是撿回來的卡板 這個材料以至創作的過程 對於學生來說 都是一個很新鮮的經歷 因為他們可能都從來沒試過 用手用腳去鋸一些東西 或者是由一塊這麼大的卡板 要他們很吃力地拆一些材料出來 那整個過程我覺得都是一個很特別的經歷 我覺得都很有趣的 因為每一班學生 每一組他們來自的背景都不同 學習的東西都不同 他們的出發點 去設計作品的方向都不同 我覺得挺有趣的 同時他們帶領一班學生 一起去探討整個社區的不同文化議題 希望將他們的不同設計經驗 跟學生一起去分享 我們這次主題之一就是客家文化 在荃灣來說 傳統上是很多不同的客家圍村還在 我們很希望將這個文化 可以帶到整個主題 整個節奈館 令到不同的觀眾可以感受 傳統客家文化之餘 也可以將學生不同的精彩作品 改放在裡面 這也是一個非常有難度 和非常有成功感的一件創舉 其實客家土樓是一個挺獨特的空間 你身處在土樓裡面 你會有一種安全感 你會覺得好像是一個大家庭的一份子 是一個家庭的成員 在這個空間裡面 我會想看看 你很誇張 數字幕的一份子 是一個人的女士 就有一些人的姿勢 為你做的 你成為一個人的精彩 很有意思 他就 PERFENTA 在一個人的雨 就是得到 他就算首次 都算 Draval 也會奏 鑽 人物 有一個人的 這一次 也會 幻有一個人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